我现在在新校园的施工现场 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正在建造的体育馆 大学会堂 行政楼 演艺厅 以及文化创意中心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新校园 在我身后的就是文化创意中心了 它也是新校园最早封顶的建筑 文创中心有很多功能 按照规划会有影视制作 新闻 绘画 陶译 雕塑 中国画等工作室 还有交互室设计实验室 数字视听实验室 动画实验室等 舞蹈瑜伽室 排练室 表演室和展览厅也不会少 甚至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 中乐馆 古琴馆 雅乐堂和皮影戏馆 都可能会建在这里 看完了文化创意中心 我们又来到了体育馆的施工现场 我们将要有一个高大上的体育馆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两层通高 50米长的恒温游泳池 它将采用太阳能持续供热 宽敞 大气 是不是跟UIC之前小巧玲珑的印象很不一样呢 体育馆的副一层会建造大型的健身中心 楼上会有乒乓球馆 多功能篮球场 露天网球场 还有基建馆 楼道 剑道馆 跆拳道馆 医疗室 以及配套的功能空间 这里是行政楼 它的一楼与大学会堂和演艺厅相通 大学会堂能容纳1100人 将来这里可以举行大型会演 毕业典礼也将在这里举行 演艺厅将会有400个座位 到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欣赏歌剧和中小型音乐会表演 体育馆的旁边呢会在建三栋教学楼 同时也是工商管理学部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理工科技学部等学部和部门的办公楼 那边是学习资源中心的用地 位于整个新校园的中心地带 远处还会在建四栋教学楼和一栋实验室大楼 教学楼后面还会在建八栋宿舍楼 加上新文化小镇的一栋教学楼和六栋宿舍楼 我们的教学与生活区将会大大扩展 新校园重视可持续发展 在设计上它节约能源 保留天然水塘和山体植被 设置雨水回收系统 中央区域也会做大量的氯化 新校园预计2017年秋天投入使用 你是不是很期待呢 未来新校园将与旁边的惠同村及周边地区 联合打造成大学小镇 大学小镇将采用生态发展理念 活跃社区文化氛围 连接产 学 盐 更好的服务珠海的经济文化建设 在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下 UIC正变得越来越好 请继续期待 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洪水肥虛 感参象 整个という 一样 cities 那